今年二月在比利時的 漢瑟勒斯野生動物園 成功誕生了一隻母貂雄寶寶 就是幾千年來 在比利時的首次出生 這隻小可愛一直與媽媽 待在洞穴裡 四月份才與大家見面 目前正在追求適合的名字 貂雄也可被稱為狼歡 是現前最大的陸生有顆動物 身上會發出難聞的氣味 在雙一個冰河時期 曾經遍佈歐洲 現在則集中在俄羅斯 斯堪蒂娜維亞 北美等寒冷的區域 動物保護專家擔心 因為地球暖化而日益上升的溫度 會影響到貂雄的生存環境 因此貂雄寶寶的出生 讓專家們很高興 鏡頭轉到奧地利的 克恩霍夫動物園 這裡又被稱為百色動物園 四月二十六日 有四隻孟加拉白虎公開亮相 發而科和托托 明亞和毛特茲 百色動物園主任 赫伯特艾德表示 小白虎在三月二十二日出生 每隻約重一公斤 四隻小白虎非常的健康 也很活不好動 他們會跟媽媽在這裡 約一年 然後我們決定 去哪種藥物園 我們會帶他們去不同藥物園 只會去藥物園 因為我們不會賣這些蟲 我們會給其他好地方 他們可以帶一新的家庭 但我們不會賣他們 我們不喜歡那些小孩 會在演出或是在舞蹈 或是在舞蹈 或是在那裡 在這裡出生 這裡出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